TestView跟AdTest還有Button這幾個 另外還有那個多按鈕的部分 其實TestView跟AdTest這兩個最大不一樣就是這個不能填東西 那AdTest可以填 另外AdTest可以填字還是數字 或者是說你可以填密碼等等 這邊可以相關 那有一些細節部分我可能沒有講的太詳細的部分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相關的這個這邊的說明 講義上面的說明 那裡面有相關的屬性 包含就是說其實這個屬性觀念 跟如果你們有學過其他語言的話 它可以類似啦 就是說它上面的它的高度它的寬度 基本上我們目前大概有調整它的寬度而已有沒有 它的Wise 那它的那個單位的話呢 通常是DP的 那DP的話指的就是 絕對的Point P的話是Point D的話是 應該什麼 應該是Pixel D的話是 應該是Dots Dots 或者是 它這個地方的話是絕對 另外有個單位叫SP SP是之後Google提出來 因為它的每一支手機大小Size都不一樣 所以如果你用DP的話可能會因為大小 會看起來怪怪的 所以它有一個SP會自動縮放 會根據你的螢幕解析度會做調整 所以通常它比較建議用SP 那其實現在Google 這個APP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在不一樣的手機上面 看到的結果 可能會差很多 所以你們將來做出APP出來之後 恐怕一定要Tester 那這個才是問題的開始 不然的話你可能就是規定只能使用哪幾款手機 建議啦 不然的話可能會出蠻多的問題 這個也是帶解決的問題 因為這個部分的話 另外就是說呢 我們的寬高還有Tester Tester裡面的文字 然後ID 這個我想我們用蠻多 另外Color部分的話 通常會用什麼 用RGB 通常是前面開頭一定是頸 然後呢 RGB 所以紅色的話就FF00 那綠色的話我們上次用過00FF00 那相關的顏色我想你們可以查一下 其實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查到這個訊息 另外就是TestSize 剛剛有同學馬上遇到就是字太大怎麼辦 你可以把它改成那單位是SP 比如說剛剛好像調到12SP差不多啦 就是那個裡面的Button裡面的字 那其他還有像那個 我想這個Layout部分的相關的東西 自己自行再看一下 這相關有一些相關的說明 補充看一下 那大概第三章的部分在這裡 還有就是說我們上次 我們上次上課的講 這個內容也在講義裡面 各位可以 有時間的話稍微看一下 那等一下的話我們就是 再來看就是說怎麼樣 做完之後 那裡面除了介面上面做完之後 程式部分 怎麼讓它執行可以跑 那我剛剛講的那些部分 如果你可以做的 之前有教比如說清除可以做 你就可以先試試看 先試著把它完成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Sample裡面的畫面佈局 剛剛講到ADTest 這個應該沒問題 放一個ADTest進來 然後呢放四個LinearLayout 而且是橫向的 並且把它置裝 那裡面的Button B01到B09 然後裡面有個Clear 跟一個OK跟一個End 那剛剛有同學說 老師為什麼沒有0 因為放不下啦 沒辦法 所以這Sample 只是Sample而已啦 就是 就 自己如果說想要再增加其他功能 也OK 只是說你0要放哪裡 這也是問題 有沒有放底下四個好像太急了 放兩個好像又感覺怪怪的 所以那時候乾脆想說 就不要放好了 OK 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 基本上 完成了介面設計之後 其他可能會有問題的 就是說 這個地方的字 剛剛同學就是說 這個字的大小 假如說 你要去調整它的Size 記得在這個按鈕上按一下 然後找到什麼呢 找到底下有個Test Size Size部分的話 可以給它 比如說 剛剛我們用12SP 大概12SP 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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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就是design time 的時候 去變更之外 你也可以在什麼呢? 在 wrong time 就是說 假如你要動態修改它裡面的什麼呢? 裡面的字的大小 可不可以? 可以啊 用什麼呢? 用 set 什麼呢? test size 不就好了 有沒有 我們不是有 set test test test實際上是更改什麼? 更改這個裡面的屬性嘛 對阿如果說你要修改裡面 比如說你要動態的 當按下某個按鈕的時候 你希望 某個字的字放大 那你就什麼? set size 然後呢 裡面給它什麼? 給它一個值嘛 對不對 它就會根據你那個值去放大 甚至你可以按一下放大一點 按一下放 比如說 按一下可以增加 3 比如說增加三幾好了 加3 12變15 15變18這樣的話 那你可以一個放大一個縮小 有沒有 所以將來如果說你要變更 欸 也可以用這種方式 這個就是一個 run time 就是在run的時候去變更 甚至你要變更什麼? 變更它的顏色可不可以? 可以啊 這邊有個 set 什麼? set color 你也可以去變更任何的 只要是它有一個 什麼呢? 有個 text color的屬性的話 你也可以去變更 所以以後呢 上面的屬性啊 就是原件上面的屬性啊 就是原件上面的屬性 都是可以藉由事件觸發去變更的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我想 這個觀念其實跟那個 如果各位以前有 有視窗環境的那個 程式開發經驗應該 大概會比較有感覺啦 OK 比如說像 比較一般性的像什麼 DANET裡面的嘛 比如說像什麼 VBDANET ASBDANET 那種工具的話 基本上都有 或者像 VC裡面也有 就類似的觀念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呢 我們設定好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來設定 上面的 呃 宣告 那宣告有哪一些呢? 包含就是當然就是 一個 ADTester 加幾個呢? 12個Button 所以你會發現 第一個宣告就宣告出來了 有沒有 這個時候當然你 可以先想想看啦 不要急著說 直接去找答案 你先去想想看 因為將來呢 你可以 完全不需要看我的程式 也可以把這個做出來了 所以第一 三個步驟一樣嘛 第一個步驟一定是宣告 宣告 一個 ADTester 加12個Button 對不對 第二個的話呢 就連結 連結也是啊 連結什麼呢? 一個ADTester 加12個什麼Button 只要你名稱 ID名稱 不要打錯的話 基本上就做出來 再來 事件的部分呢 你可以在 這每一個 總共12個按鈕 你可以鍵12個按鈕的事件 或者是說 有一些書裡面 有講到所謂的共用事件 不過我發現 共用事件好像沒有比較簡單 沒有比較簡單 就算了 反正 就用SelectCase裡面去判斷哪一個Button 反正進到裡面 但是還是要判斷 我覺得沒有比較簡單 所以我們就用個別的事件就好 那個別事件總共有12個按鈕 所以會有12個事件 那程式怎麼撞寫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一樣到這裡 打開我們的Java 的一個 這個類別 那這個類別裡面基本上 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同學剛剛有犯了一個錯誤 就是說大瓜糊 這個 這個類別有沒有 它的大瓜糊的位置 就是在哪裡呢 在最下面 有沒有這裡 那它是一個什麼呢 它是 一個灰色的 有時候我會這樣 我會這樣調 就是我按右鍵有沒有 右鍵之後的話 這邊有一個喜好設定 喜好設定裡面呢 會有個瓜糊的顏色 我習慣會把它改成紅色的 我也建議有些同學 如果你是初學者的話 你盡量去 大瓜糊的位置 也是頭跟尾 剛剛有同學 就遇到 就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把尾巴那個給刪掉 就是他瓜糊不是對稱 所以如果Java也是這樣 你開發Java之後 上面有下面一定要有 所以你要知道說 頭在哪裡尾在哪裡 你不要有頭沒尾 那程式絕對亂不起來的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 我們在宣告的位置 通常我會把它寫在哪裡呢 寫在這個Essence Activity的下方這裡 所以呢 我們第一個動作的話 就是 來宣告 宣告那個 物件的部分 就是 在這裡 就是我剛剛講的 一個Editas 加上12個Button 那名稱的部分 我們就是01到09 然後清除 這是確定 這是結束 大家會有這12個按鈕 OK 然後呢 連結的話也是一樣 那連結 翻譯把ID的話 基本上 你盡量就是用點的啦 也是不要用那個 你自己打上去 因為同學最容易發生錯誤就是 你點了ID之後的話 再點下去之後 一定會出現 如果說你沒有出現的話 那表示什麼呢 表示你裡面有錯誤 有錯誤的話 你就不要繼續做下去 因為繼續做下去一定還是錯 如果沒有錯 你會發現 它這個地方顯示就正常 那底下的話 特別注意就是 你在複製 假設你做好一個 你要複製貼上的時候 很多同學犯的錯誤就是 改了後面 忘了改前面 所以這個也是 蠻常容易遇到的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 把12個按鈕 做連結 OK 那再來的話 我們一樣就是說 這地方分別就是利用 這個前面 我想都可以參考得到 如果他按一下1的話 一樣去把 我們裡面的 在ADtest裡面的字 怎麼樣 把它GET出來 然後再把它寫回去 寫回去的話 會在那個ADtest裡面呢 多寫一個1 所以呢 GET回來的東西 後面加1就可以 然後以此類推 2 3 一直到9 那這邊的話 也是一個Button的事件 特別注意喔 這個Button事件 我已經講了很多遍了 所以這個我想慢慢 各位要很熟了 就一定是什麼呢 一定是一個 SetOnClickListener 對不對 New一個Button的 OnClickListener 然後小瓜糊 這個小瓜糊 是OnClick的小瓜糊 大瓜糊是後面要實作的 再一個後瓜糊分號 這個我想各位 請務必把它記下來 那最後的話呢 新增未實作的方法 就會自動寫出來 那剛剛有同學 是自己打上去的 很容易打錯 OK 那這邊的話 打完之後 就可以增加一個 1 2 一直到9 我想這個到9 應該比較沒有問題 比較會有問題的應該是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要能夠按一下什麼 按一下那個 幾個 我們主意來看 第一個 清除的部分的話 這個我想前面講過了 就是清掉一個 所以清除部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我們之前講的 第一個也是一樣 取得裡面的字串 再來就是說 我們的 往裡面跑的條件 一定要給它 那前一提的是 要大於5 因為有電話號碼 冒號 5個字 那這個地方是什麼 它不等於0 你字串長度如果等於0的話 那你就怎樣 不能夠 因為等於0的話 你再按下去 那就錯了對不對 所以要做一個判斷 那判斷的方式的話 最後再把這個 用Substring呢 把頭從第一個字 那尾的話呢 就是把總長度扣掉1 它就會扣一個字 OK 類似像這樣的方式 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的清除的功能 再來的話 我們會需要用到 第二個就是 按確定的時候 去幫我判斷這個密碼 到底是否正確 那所以我這邊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的密碼 是123456好了 類似像這樣 按確定 那要能夠跳出密碼正確 反之就密碼錯誤的話 那這個部分呢 該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一樣在這邊 我的Button名稱 物件名稱 叫BOK好了 那也是建議一個什麼呢 建議一個 Click4鍵 那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說我先取得什麼 取得這個S 從這個Editas裡面取得 那字串比對特別追 它不是數字 所以不能用等號等號 你不能用等於等於 必須用什麼呢 用Ecos 的這個方法 不知道你們在那個 Java裡面的那個 字串比對 字串的那個 這個class裡面 有沒有特別講這個 就是說 Ecos 就是說 是否相等 那相等後面 就給它什麼呢 給它一個字串 如果呢 這個S裡面的字串 也是123456的話 那就表示Ecos 另外還有Ecos 裡面還有一個叫Ecos 如果要忽略大小寫的話 就會有一個叫什麼 Ignocase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 前面有沒有講過 就是說比如說我這邊 假如說我就點 點什麼 點Ecos 有沒有 裡面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Ecos是相等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要忽略大小寫的話 就會有一個方法叫做 Ecos Ignocase 就是忽略大小寫 那這裡如果說你將來的密碼 不區分大小寫的話 那也可以用這個來做判斷 OK 所以這裡的話呢 那我們 這個地方判斷大小寫之後 接下來的話 如果要跳出什麼 跳出那個 這個地方跳出 正確或者不正確 那就會有一個所謂的Toss 這個Toss 其實很像什麼呢 它的名稱顧名思義 很像吐司有沒有 你會發現它就是 咚就跳出來了 按確定 Toss 就跳出來 就很像一個吐司啊 就好了就跳出來 意思 那 剛開始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名稱叫Toss 那當然 這個是我自己猜的啦 不過感覺上應該也類似這樣 就是有像吐司跳出來 那我要怎麼樣能夠跳出來呢 特別注意就是說 這個地方你可以打一個Toss 因為這個Toss 它比較特別 它是所謂的隱含 隱含式的這個類別 隱含就是說 它已經預載了 它不需要再去額外再import 它沒有import 就可以用了 而且非常的簡單 怎麼做 特別注意就是說 你打一個Toss之後 後面那一串呢 其實可以用點 完全 點之後的話 你可以記一下 它就是 方法就是MagTest 你要做什麼事情 就MagTest 然後呢 MagTest之後 後面呢 讓你用選的啦 其實你要記得 它要在哪一個Context 就是在哪一個畫面 哪一個容器上面 那一般指的就是 我們現在的這個 Activity 實際上就是 其實你只要記一個 就自動讓它去取得 Gate Application Context 它自動會去找 現在活躍的 那個Activity 是誰 那就會自動抓到 就在那個上面顯示出來 所以你就 用選的 Gate Application Context 那裡面的字的話 你就打什麼 密碼正確 那後面的話呢 就Division Division就是說 你要維持多久 一般我是記啦 就是 它有兩個選項而已 就是 停留 一秒鐘 跟三秒鐘 那因為秒數在 這個Division裡面的話 是千分之一秒 所以如果說 你要停一秒鐘的話 你就打一千 如果你要停留三秒鐘 你就打三千 這樣應該比較好氣吧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有同學說 老師那我打 打一萬個不可以 其實是可以 好像程式不會Bug 但是它還是好像停三秒鐘 因為它只有一秒鐘 跟三秒鐘 這兩個選項 所以這裡的話 如果我打三 三秒鐘的話 就三千 那最後後面的話呢 就再記得 點秀 因為它是隱含式的 所以你直接點秀 它才會秀出來 最後記得要點秀 秀之後的話 最後呢 再給它一個分號 這樣子呢 它才會出現 所以全部打完的話 就類似像這樣子 那其實你會發現 基本上我沒有 沒有打什麼 就不太 只要打一個TOS 點有沒有 找到MagTest 就可以 這個GAT 也是我用選的 那只是密碼 正確之下打上去 那秒數記得 只有兩種選項 那最後記得點秀 後面刮鬍 然後結束 這樣子的話呢 它就自動會跳出 這個密碼 如果我說 密碼是123456的話 那就跳這個邏輯 反之的話呢 就跳密碼錯誤 所以這裡的話 有個ELS 反之的部分 OK 那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利用這個方式的話 去建立一個 清楚跟正確 那等一下再來看 另外一種 跳出訊息的方式 就是叫EARN DIALOG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